我知道上哪儿 找那十万两银子了 哪儿啊 我们吴家东院的 掌柜伙计小丝丫鬟没有 几千几百几十 甚至几两银子 加起来也不少了 你要跟他们借钱 这些银子 就是他们全部的家当 没人会借你的 不是姐 是换 我打算把吴家东院的 茶桩 布桩 棉花行 料材行 分成若干营骨 然后拿一半出来 卖给他们 他们会买吗 钱在他们手上是死的 若买成银骨 每年都有分红 他们一定乐意 而且 我们有一半的银骨在手上 不怕那些伤口被他们夺走 同时还能凑入银两 重建机器织布局 这倒是个办法呀 可以试试 好事 好事啊 张宝 你知道什么事情吗 行了 什么事 来来来 你就要找我们什么事吗 来来来来 把所有人都叫过来 馨儿 馨儿 过来 来了 什么事啊 馨儿 出什么事了 把咱们都叫来了 我也不知道 真不知道 长爸 今天这么大的镇长啊 可从来都没有过 你知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你还问起我来了 你天天守着少奶奶 你都不知道 我知道什么我就一小思 欣儿姐 你快给我们透露一下 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对 透露透露 少奶奶的事 那肯定是好事 肯定的 给咱们唱过去 少奶奶来了 今天 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是因为有件重要的事情 要和大家宣布 我和夫人商量之后决定 把吴家东院 名下所有的产业 折合成银骨 然后将其中的五成拿出来 让大家自圆认购 什么叫银骨啊 我举个例子啊 比如 咱们东院的棉花行 大伙都知道啊 棉花行一年能赚五千两银子 现在呢 少奶奶把棉花行拿出来 作价三万两银子 分成三千骨 每骨十两 这其中呢 韩先生占了六百骨 少奶奶自己留九百骨 剩下的一千五百骨 由大伙随意认领 那么到了年底分红 如果赚了三千两银子 那么每骨分红一两银子 如果赚了六千两 那么每骨分红二点 那个 如果我出十两银子 是不是我可以做棉花行的老板啊 对 是个小老板 只管分红 不管事的 翘翘老板 这是真的吗 少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们呀 谁都可以买啊 只要是咱们东院的人都可以 江先生 那买多少骨都行吗 多少都行 对 就是这样 对对对 江福奇已经把东院 所有的产业明码标价 如果大家愿意认购 请到账房里 先到先得 过时不后啊 馅儿 馅儿 你们买多少骨 你懂了吗 小佳 卖了多少银骨啊 一千四百二十两 一千四百二十两 才这么点儿 就这一千四百二十两 还是我 王世军 小五和春兴凑的 这这么好的事情 大伙为什么不愿意 少奶奶平时怎么断你呢 你自己说 现在少奶奶需要的钱 你推三组四的 你还有没有良心了 春兴凌 不是我推三组四的 是我娘说的 少 拿你娘出来堂搜我 我告诉你 你今天必须买五十两银骨 就现在 搜 我没钱 春兴 算了 别逼芙蓝 少奶奶 谢谢 谢谢少奶奶 芙蓝 你开始的时候 不是挺愿意的吗 怎么现在又改主意了 少奶奶 不是我不愿意 是我娘不愿意 是我娘不愿意 为什么 我娘说了 我们认了那银骨 要是赚了 是能够分红 但是要是亏了 我们认的银骨啊 也跟着亏 我们穷家小户的 宁可不挣 凡是把我一接才好啊 芙蓝 你跟你娘说 棉花行 其实年年都在挣钱 是啊 但是说不定 明年就会亏啊 再说了 大家都知道 市部局不是才亏了 二十万两 那大家 是不是都怕这个 所以不来认识 应该是吧 那 如果我保证你 只赚不亏 你可愿意来认骨 我愿意 但是我娘说了 生意没有只赚不亏的 对吧 那如果 我拿吴家冬院的 一样东西给你做抵押 比如说啊 你认五两银骨 我把这个 雕花水缸抵给你 如果银骨赚钱了 我就按照银骨给你分红 如果亏了 这水缸就是你的 你也不亏 你可愿意 我能不能不要这水缸啊 我喜欢 门口那个大狮子 行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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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喂 主人 吃饭了 夫人 轻点 怎么了 这桌子说不定以后就是我的了 夫人 夫人 四爷到了 大嫂 我的大嫂 老四 吃饭了吗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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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着急着呢 知道周云最近在外面都干了些什么事吗 是不是这个呀 这 你看看 你看看 这周云都干了些什么事 你说 我一觉醒来满屋子都是 大嫂 别着急 千万别着急 大嫂 这我们三月儿虽然分了家 但是我们家分了 心没有分的 我们都是无家的人 对不对 我这就去找二哥商量商量 不能再让周云这么晃荡下去了 老四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但我们冬月的事 你和老二就不用操心了 大嫂 这 周云把冬月儿都快拜光了 你还不让我们出手啊 你还不让我们出手啊 败就败呗 随他 大嫂哎 你 你 四爷 你大哥出事的时候 你们能躲多远就躲多远 周云那时候他回来了 我最苦的时候 是他陪着我 我最难的时候 也是他撑着 他现在想做点他想做的事情 我没有理由不支持他 是 是 是 大嫂 以前这陈芝麻辣 骨子事咱就别提了好吗 那咱看看现在 你看看现在 周云都干了些什么 我看见这些玩意儿我也心烦 但是我相信他 他一定是为冬月好 大嫂 还为冬月好 你怎么就这么糊涂啊 大嫂 我从来没这么庆幸过 我看也是 大嫂 我把话料着啊 你迟早一天会要后悔的 不用再说了 你回去吧 丈妈 送客 四爷 请吧 好啊 我走 算不多事 算不多事 快来快来 好 别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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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个一个来 每个都有 每个都有 别急 别急 买到了之后都会有分红的 都没了 别急 快过来 快过来 机器支部局可以重建 这些伙计和下人们 就多了一份产业 赵奶奶 这真可以说是一举两得吗 是一举三得 还有一得 你等着看吧 四叔 爹 见死不救 有你这样的女儿吗 春姐开恩把你放回来了 什么开恩哪 开始要收了我 让我做田房 我 入赘一个老宝子家 给她做女婿 还说她家有钱 呸 我是富贵不能银 我是吹拉弹唱翻跟头 外加拉客卖苦力 还任她做了干娘 答应她 过年之前还她一百五十两银子 这才把我放了 我就知道 你有的是脱身的办法 可你太让我心寒了 从转往后 我没你这女儿 你不当我爹了 那我这五经上好的西凤酒 我孝敬谁去啊 我 我虽然不认你这女儿了 你可以继续认我这爹呀 也许我喝醉了 就原谅你了 赵奶奶 截止昨晚 我们已筹得白银十万一千两 这么快 还有一些家丁 为了抢些银骨啊 彼此还都翻了脸 还有好些人因为没买上 骂我江湖齐的娘呢 哈哈哈